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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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歡迎回到不想工作 紙箱手作 我是Zoe 今天呢又是文具店巡禮系列啦 這次呢因為從零開始做手上的貼紙片 所以我來到了台中 要去尋找我的貼紙博王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請看這支影片 那趁這個機會呢 我就多停留台中一天 來介紹這間 我一直以來都很想介紹給大家的文具店 叫做茶筆相文具 那茶筆相文具呢 它是一間結合茶葉 生活 文具和空間的店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喜歡 因為它的商品呢 主要是來自於歐美國家 還有世界各地的文具 不只是局限於日本而已 他們的裝潢呢 就是質感文具店標配的 大面落地窗 以及這種淺色木質調的木頭門 還有邊框 好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去看看吧 好我們進來了 那茶筆相的空間呢 它其實是一個長方形的感覺 那以中間的樓梯做為分件點 分成前間跟後間 那前間的部分呢 它放了很多的文具 還有生活的選品 然後這邊是後間 那這邊呢 就是後面的空間啦 它要擺放一些文具 那這邊的空間呢 主要是讓大家 可以在這邊喝喝茶 謝謝手帳 然後在最後面呢 還有一個小花園 我覺得搭配台中的太陽 真的好想要這邊曬日光 好其實不只有這樣子喔 除了一樓的空間 他們還有二樓 那二樓呢 主要是展演的空間 會和台灣的畫家 創作者來進行布展 不過很不巧的是 我每一次來都沒有遇到 那他們五月開始 又會有下一個展覽 那我先放一些展覽的照片 給大家看看 大概是長這樣子 那我們就現在來仔細看看 老闆的選品有哪些吧 就如同我剛剛在片頭所說的呢 目前台灣的文具店 大多是以販售日本的文具為大宗 那茶筆巷的老闆 他覺得歐美的文具 也很值得被大家喜歡 好那我們就來看第一樣 這個筆呢 是來自匈牙利的品牌 ICO復古淵之筆 那他可是非常有年紀喔 他是在1970年的時候誕生的 大家可以看他的外型 真的非常的有趣 很像是從來沒有看過這種造型 那他用的方式就是按壓 然後這邊就可以彈回來 那他是屬於油性的原子筆 他還有這種綠色的 和藍色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到下面這邊 下面這邊呢有 原子筆的始祖 法國的BIG 按壓原子筆 那我覺得茶筆巷很貼心的是 他在前面這個標籤上面 都有寫每個筆的產地 就是你在逛街的同時 你還可以順便了解到這些品牌 這邊呢也是筆類的選品 茶筆巷的筆類選品也是非常的豐富 我們來看看這邊 這裡呢有日本的通波的記號籤筆 還有德國的木匠籤筆 日本的然後還有美國的 法國的 然後看來下面這一邊呢 還有西班牙的 真的是各國的籤筆都在這邊了 好剛剛看完了各國的筆類之後呢 他們的海報也是來自各個國家的 比方說像是這一款 這個是來自馬來西亞的海報 那這個品牌呢叫做The Great Indoor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馬來西亞的文具周邊 我一直都很想要找到馬來西亞的文具 我這一次真的在茶筆巷找到了 那給大家看看更多他們的海報 馬來西亞海報風格呢 我只能說我第一眼看到的時候 會覺得有點太強烈了 好像有點無法接受 可是你越看會覺得越有趣 他們顏色非常的壯色 來這個是下一張 那大家都知道 馬來西亞是一個文化大龍爐的地方 他們的民族呢有包含華人 然後馬來人還有印度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海報很特別 有回教圖啊 那他的標示的地方有英文 馬來文跟中文 這個真的是很特別 可以展現出他們的文化的海報 好那我們剛剛看完了全世界各地的文具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看看茶筆巷他們推出的自創文具商品 我們來一些吧 茶筆巷的自創商品呢 他們是致力於改變傳統事物文具的風格和設計 像這個呢就是免用同音發票的收據 不過大家沒有覺得他變得很不一樣呢 他變得很時尚耶 他把一些不需要的內容啊 顏色都拿掉了 現在就是大家看到所呈現的這樣子 那除了中文版的之外 他還有英文版本 這種收據我就會想要收到 而且我會覺得很想要留著 像除了這個之外呢 這個是他們的筆記本系列 那這一些呢有分成點點方格跟條文 那他最特別的地方是 他是附寫紙 所以你可以寫完之後呢 再把另外一份給你的同事 或是交辦給其他人去做 我覺得這個包裝很漂亮 很像是他們家一直在強調的 實用剪接的重點 看完這個紙類的呢 我們來看他們的筆類 是他們家推出的膠墨筆 他們和瑞士的一個品牌合作的聯名商品 好我們來試寫一下吧 那這個膠墨筆的意思呢 他其實他的墨是水性的 只不過他在裡面有加了一個膠的成分 所以他寫出來會有點亮亮晶晶的效果 那他不會有水性的缺點就是 他可以防潑水、防陰藍 而且呢我覺得他的筆聲非常的簡潔 還有三種顏色可以選擇喔 如果來過茶筆巷的朋友們 就可以知道他們牆上呢 貼了很多的海報和明信片 有一些是他們自己的收藏 那有一些呢 是他們店內在販售的商品 像是這裡 這一區呢 是美國卡維利尼的海報 那卡維利尼的品牌呢 他們就走一個非常的復古的感覺 那左邊這邊是意大利的品牌叫做IFI 大家可以看到這兩邊呢 都是他們的海報區域 不過他們其實海報更多 他們有150種左右 所以想看更多的話 就可以用他們這個QR Code去做掃描 那如果看到喜歡的 就可以請他們的店員拿給你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貼滿滿的 大部分呢都是個人的收藏 那有台灣的創作者啊 還有國外的創作者的明信片 這張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義大利品牌IFI的海報 是不是超級有義大利的風格 好 除此之外呢 想給大家看看這一個 它這個呢 叫做海報掛軸 那真的看到這個東西 馬上我就想要 因為我最近的煩惱就是 我都用3M的黏土去黏海報 可是它其實黏的不是很緊 會是掉下來 那這個海報掛軸 一加上去這個木頭的感覺 真的幫這個海報的感覺都提升了 除了這種深色的咖啡色捲軸之外呢 他們還有推出一個淺色的 那他們有分兩個尺寸 那他掛的方式呢 就讓我買回家 再開箱給各位看看囉 登登 這邊是大家最喜歡的貼紙區 那這次來台中呢 和我們的貼紙國王討教之後呢 我決定要來學以致用 買一些貼紙回去 那這次的手杖呢 我就是要用貼紙和印章一起合併使用 那貼紙的對面 我來看到這邊 滿滿的明信片牆 真的是太豐富了 大家以為就是這樣嗎 介紹一個機關給大家看 登登 它牆裡面還有一層 哇 真的很豐富欸 我們現在來到了後面的空間 那後面的商品呢 主要是以印章為主 比方說像是這一排 這個是來自美國100PP的印章 非常具有復古感 那他們印章呢 都是Made in USA的喔 那第二第三排的部分呢 有台灣創作者的印章 比方說有像右手超人 然後茄子先生 最後這邊呢 有兩樣茶餅的自創商品 想要再介紹給大家 第一個是這一個 這一個呢 是蜂香膠袋的切割器 像是傳統的蜂香膠袋 大概都長這樣對不對 紅紅的 然後可能沒有很好看的造型 那他們呢 就是把這種傳統的文具 改造成像這樣子簡約 很美的顏色 它有一點奶茶色 然後顏色再深一點點 上面呢 有寫了一些英文字 像是國外的朋友也可以使用 那這款蜂香膠袋的使用方式呢 我也會在下一集的 戰略品影片中介紹到喔 OK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樣茶餅的自創商品吧 就是這個畫框喔 是不是非常的好看 那裡面的拼圖呢 是Cafferini這一家品牌的拼圖 就是這個 那其實我自己有買一組拼圖 可是我那時候沒有拼完 原因是因為拼完之後 我不知道怎麼樣擺放 所以我就沒有把它拼完了 那有這個畫框之後呢 就可以這樣子擺起來 好美耶 另外畫框呢 還有這種淺色的木頭 還有深色的木頭 那這些木頭畫框呢 都是台灣製造的喔 耶 我差不多都介紹完了 那茶餅的選品呢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我真的很想一一的介紹給大家 不過有點可惜 時間有關係 那就要請大家來這邊 自己詢報囉 那我覺得我這次介紹真的還蠻多的 所以感覺有點累 還有它後面有一個很舒適的空間 可以點飲料啊 還有點點心 那我們就趕快去休息一下吧 這次在茶餅文具 讓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體驗 從選品到餐點 都可以感受到店長滿滿的用心 吃下午茶的時候 店媽還會在旁邊陪伴你 多美好的時光啊 如果大家來台中 一定不要錯過喔 如果想要看到 我去哪一間文具店巡禮的話 希望各位手助夥伴們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Cat就是Creators at Taiwan 身為台灣新媒體創作者 打造的全新平台 除了可以搶先14天 看到我的最新影片之外呢 每個月還有精彩的單點大片 現在就趕快下載 Hummy Video App 進入Cat網紅館看看吧 Cat網紅館看看